方若为何三番五次舍身帮衬甄嬛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纯元吗 看懂两人之间的关系后才知道 原来方若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甄嬛和方若之间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来说说方若的来历 她本是纯元皇后的贴身宫女 纯元在世时对她有多宠爱 纯元后来因病去世 彻底成为皇帝心中的白月光 皇帝对纯元留下的一切东西都十分珍视 其中呢自然包括纯元留下来的人 方若也因此被一步步踢到了御前长世宫女 在后宫宫女界那绝对是大佬级别的人物 别说是一般的宫女太监了 就连嫔妃见了她也要对她礼让三分 而皇帝也是对她十分信任 一般而言宫女是不能随意出宫的 但是她却能经常出宫 她第一次帮助甄嬛就是在宫外 当时她奉旨去宫外当甄嬛的引导姑姑 按理说呢像她这个级别的宫女 本是不用去宫外做这些事的 但是皇帝却选择了让她去 回想之前 皇帝还亲自给甄嬛取了封号 有着一颗玲珑心的方若也意识到 皇帝对这位新来的小主有意思 于是在对甄嬛进行引导的过程中 她可谓是知无不言 不仅明理暗理的给甄嬛画了不少重点 还悄悄地透露了皇帝和纯元之间的事情 按理说她在宫中多年应该明白 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能说 可是呢她却在甄嬛面前说了一大堆 这并非她口无遮拦 而是她明白 甄嬛有着和纯元相似的面容 很有可能会在日后高升 等到那时 她自己在宫中的日子也会更好过 更重要的是 方若在和甄嬛交谈过后 发现甄嬛是个很聪慧的人 也更加认定 她以后一定能够在后宫中有所作为 所以后来甄嬛入宫时 她更是一路陪甄嬛过去 这里啊 有一点值得细细品味一番 那就是 在甄嬛的进宫过程中 遇见了她的好姐妹梅庄 要知道梅庄当初在一众秀女中 那可是十分出众的 甄嬛等人都只被封了常载 可她却是被封了贵人 而且 她的出身也不比甄嬛差 但就是这样身份的人 都没有被引教姑姑 一路送到宫门口的待遇 方若亲自护送甄嬛进宫 不论这个行为是她自愿的 还是有皇帝的暗示 都足以证明甄嬛的被重视 也能够看出 方若和她的关系匪浅 出入宫墙的甄嬛还有很多不动 方若又会如何帮助她呢 甄嬛和梅庄自小就是姐妹 二人感情很好 甚至还曾约定过 以后婚嫁要嫁两兄弟 这样他们二人就不会分开了 所以 甄嬛在皇宫中遇见梅庄的时候 其实是很开心的 当时还是少女心性的她 忍不住和梅庄寒暄了几句 两人都没有意识到 宫中人多眼杂的 两人又出入宫中 总是交头接耳的 难免会引人注意 甚至还可能遭人陷害 方若及时意识到了这点 于是她连忙提醒甄嬛说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而甄嬛和梅庄也是聪明人 在听到她的提醒后 也很快就停止了交谈 如果方若没有提醒甄嬛 导致她和梅庄被皇后 或者华妃盯上 那人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顺利送甄嬛入宫以后 方若就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去了 由于二人之间相隔甚远 所以也就很久没见面 甄嬛第二次和方若正面接触 是在梅庄甲运被禁足的时候 当时甄嬛虽然没有被降罪 但是因为她是梅庄的好姐妹 再加上她一直帮着梅庄说话 导致皇帝一直不肯见她 这让甄嬛很着急 毕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如果她再想不到办法救梅庄 那梅庄就可能会命丧皇权 这时锦西适时地提醒了她 表示她在狱前还有方若这个熟人 于是甄嬛连忙给她送去了 名贵的罗子袋和金镯子 希望方若能够出手相助 对此呢 方若也是很痛快地答应了 她作为一个狱前掌食宫女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怎么会为区区一点好处 就选择帮助甄嬛呢 很明显 她贪图的不是那些名贵的东西 而是想借此和甄嬛拉近距离 当然在这件事上 方若也是办得很漂亮的 原本甄嬛只是想让方若 凭借自己在宫中的人脉 好好照顾一番梅妆 让她少吃点苦 结果方若直接用甄嬛给她的罗子袋 画了一个远山袋 成功让皇帝想起了纯元 然后呢 顺利让皇帝和甄嬛见上了面 不得不说 方若的这一操作真的高 如果她自己在皇帝面前说些什么 皇帝高兴的话 她自然能帮到梅妆 但如果皇帝不高兴 那保不准她也会被连累 可让皇帝和甄嬛直接见面就不一样了 不论到时候甄嬛说了什么 皇帝高兴还是不高兴 都和她方若关系不大了 而且不管最终事情有没有办成 这个人情 甄嬛都记下了 除了在梅妆仪式上 方若帮助了甄嬛 她还在什么地方 对甄嬛特别照顾呢 在方若和甄嬛有了更深的联系以后 她还曾偷偷去看了看梅妆 这样不仅甄嬛能记住她的好 梅妆也会知道这层特别关系 之后 甄嬛也算是在宫中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 甄嬛遭到遗休陷害 误穿了纯元的旧衣 原本这件事可大可小 再加上当时甄嬛怀孕了 所以皇帝也没给她过大的惩罚 只是让她禁足 按理说 等皇帝气消了 甄嬛仗着自己和纯元相似的容貌 以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是完全可以做到负宠的 可是呢 偏偏太钻牛角尖 她无法接受自己是个替身的事实中 无漏偏逢连夜雨 碰巧此时 真家又出了事 这对甄嬛来说 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她搭着肚子去向皇帝求行 换来的却只是对方的冷漠 如此种种让甄嬛心灰意冷 在此期间 方若也曾亲自去看望过甄嬛 对甄嬛好言相劝 之后听说甄嬛和皇帝彻底闹掰的时候 方若也是着急的不得了 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 于是连忙去找了自己的好姐妹竹西 可问题是 不论方若怎么帮甄嬛打点 此时的甄嬛都不领情 她沉浸在自己的情情爱爱中 无法接受自己的真心 被辜负的这一事实 原本生下隆岳时 皇帝还亲自来看望了她 这就证明 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是有浑旋余地的 可惜刘朱在此时死了 自己被当作替身 家人被集体流放 好姐妹因自己而死 一桩桩一件件 都让甄嬛对皇帝彻底死心 所以 在面对皇帝给的抬尽时 甄嬛并没有直接往下走 而是选择了出家 甄嬛一走 方若在宫中也失去了一个靠山 再加上 她之前总是为甄嬛说话 又是甄嬛的教引姑姑 所以皇帝把她给打发了 不过说是打发 但其实 也只是不让她在自己身边做事而已 毕竟有着纯元这层关系 无论如何 皇帝都不会对她太过苛刻的 之后 方若就去太后那里当差了 即使因为甄嬛 方若的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 但她却没有因此记恨甄嬛 每次奉太后的命去看望甄嬛时 也是对她十分关心 当时甄嬛担心自己在宫外 宫内的隆岳会过得不好 于是 想到了打造纯元同款御象圈的办法 此时的甄嬛早已没了当初的风光 但是方若还是一口答应了她 这些甄嬛都铭记于心 之后她风光回宫 对方若也是多有照拂 也算是没有辜负她当初的指点